上香 上香了 能不能调整回来 最后阶段哈尔滨一层有点疲于奔命了 这确实完整体上已经跟不上了 对防线已经就放弃这种整体防守 这个补位已经补不了 还是盼着比赛尽快结束 又抽筋一个 右车就是李健 估计赛后的话 这张红牌还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的问题 如果说郭宝龙给黄牌 这个比赛可能最后 哈尔滨一层还能再挣扎一下 现在真是看着人心疼 他们的下一个课场打江苏顺天 又得往中间飞 这中国太大了 是啊 然后是对天津太大 又得往北 再对辽宁红运 倒是线路上一直往北回去了 这一球 哎呀 这几乎就是 逼近球的区域 比亚万地还不是给点球呢 是吧 比亚万地这钻石左脚 比亚万地照这么踢啊 就把他身价的价值已经完全正在下半赛 是的 是吧 他这对恒大的对手来说 他这个任意球 没错 你几乎是一样 几乎一样的打横运水手的那个位置 如果刻意往这边扑 他往那个角打 对 他这个自己可以控制的非常精准 他是不是有点左脚小背的意思 你看他的这个身体侧倾度非常